现在的中国是举世文明的大物 它数千年的文化及发明 对世界有着重要的影响 当主耶稣的福音进入我们的国家 并且在遍地开花结果时 我们的经济发展和全球影响力 也越来越让世人瞩目 上帝如此祝福了我们 难道不是为了让我们 去将福音传到那些 还没有被传到的地方吗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 还有那么多的慰德之名 为了他们 我们应当怎样使用神给我们的祝福 当耶稣升天的时候 告诉我们 去使万民做祂的门徒 给他们施行和教导 但我们怎么去呢 去哪儿呢 如今神的教会 应该准备好自己 以使我们更好地参与到 万民的收割行列当中 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姐 你的父母还好吗 他们都还好 只是到处走教会经常不在家 我的父母还是一直以为这是洋教 还记得接下来会有几次特会吗 你要不要去 好啊 我还是觉得挺感兴趣的 我们告诉汉 告诉耶稣寺民 我信主时间不长 是小红给我分享的耶稣 我也觉得我现在越来越有信心了 三年前我们教会拆拍了一批跨文化工人 他们现在已经回来了 他们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走出去 但是那太难了 他们怎么做到的呢 耶稣说 不是你们捡选了我 是我捡选了你们 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长存 使你们奉我的名 不论向父求什么 他就赐给你们 耶稣拣选了我 去结果子 那是说我要跟我认识的人传福音吗 表达了他拣选你们的目的 耶稣也说过 这天国的福音 什么 还要传福音到全天下 我能为此做什么呢 这个世界是由来自许许多多族群的人们组成的 他们有着不同的语言和文化 万民万国 这些词在圣经原文中都是ethnic 意思是不同的民族群体或族群 而不是指所有的人或所有的国家 每个族群都是独特的 他们有不同的语言、文化、政治、种族等原因和分隔开来 就如同扔一块石头到水池里 并不会在别的池子掀起联谊 因此建立在一个族群中的教会 并不是使福音自动地传扬到另一个族群 中国的信徒必须跨越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障碍 才能把福音传到那些没有听闻福音的族群 并且在当中建立本色化的教会 才能让他们自传 圣经描述了教会初期门徒们 如何按着基督的吩咐开始传讲福音 首先在耶路撒冷建立基地 再传扬到与他们同文化的犹大跟加利利地区 不久又传到与他们文化不同 却有关联的撒玛利亚 透过初期信徒的尾声与努力 教会拖职变满的罗马帝国 甚至更远的地方 许多世纪之后 成千上万的族群都听到了福音 当然 这其中常常要面对很大的反抗和挣扎 在19世纪 当外国基督徒出到中国时 很少人归信 但当神的大能在隔地被彰显时 中国信徒开始把福音传给同胞 而且建立了很多教会 但是至今 依然还有成千上万的族群 缺少甚至没有工人 尤其是在穆斯林 佛教和许多少数民族群体中 谁愿意来实现这个跨越 去将福音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 传给他们呢? 谢谢大家来到这里 三年前 神呼召我成为一个跨文化工人 然后我被教会拆派了 到了西部 那请问你是怎么知道 那是上帝的护照呢? 圣经告诉我们一些 我们可以知晓上帝对我们说话的方式 通过圣经的经文 通过祷告 通过外在环境 还有就是通过他的教会 我们希望可以帮助你们去明白 并且才派你们成为到神的工厂去 收割庄家的工人 当我祷告问上帝我是否可以去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神在对我说我可以去 那很好 但是上帝还做了什么来证实他的话呢? 告诉我 你在这个地方是怎么分享福音的 如果你正在这么做 你才能在感觉不舒服的时候 任由勇气去分享 我当然有一直在分享了 是啊 我连跟我父母都没分享过呢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主啊 帮助我 我都很有力量 爸爸妈妈 我有一件事情想和你们分享 好 这件事情我已经想跟你们讲很久了 但是我一直不敢跟你们说 我觉得你们应该认识耶稣 这场人我认识他以后 我觉得 在这里工作的人 一点都不明白我们的习俗和隐私习惯 他们应该学向我们才行 他们或许对我们这边的人 也有同样的感觉呢 怎么会呢 我们的文化是更先进的 受教育程度也比他们高 他们连普通话都说不好 那是不同罢了 这是文化偏见 我们总是认为自己的是最好的 担心哦 这是非常危险的 骄傲的孔雀 那篇文章吗 大家都知道吧 神阻挡骄傲的人 神示恩给谦卑的人 对吗 文化谦卑对于 化文化铺人来说 是尤为重要的 特别是当他们面对穆斯林 藏族人或在其他的少数民族的时候 每个人都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 所以每个文化都有神形象的现象 我们不是来给他们分享我们的文化的 我们是来分享福音 所以我们要学习他们的文化 以便用他们的文化来表达福音 你当时真的不吃猪肉吗 对穆斯林来说 吃猪肉是非常冒犯他们的 如果他们知道你是吃猪肉的 他们甚至都不会去你家 圣经不是说了 我们吃什么都是无所谓的吗 在生活中 如果你要在乎别人 你就要在乎他所在乎的事情 不是吗 我们要尽我们所能 让福音对他们有吸引力量 好的 只要不改变 我的着装就可以了 那可能也需要改变 这比我想象中的好像要难点 我看到的东西全都是绿色的 也许我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文化 如果我真的想理解他们 我必须要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文化 老板 老板买单 您能吃的怎么样 很好吃谢谢 要成为一个长期的跨文化工作者 你需要准备什么 神的话语还以为他能够认识的 还有我们的见证都是我们需要分享给他人的好消息 我们是在学习并遵循吗 是神的爱激励你去向其他人传福音 你愿意为了别人的益处而灵活改变吗 如果你将要被拆拜出去 你是否愿意为福音的缘故离开家人和朋友 你有否建立一个祷告支持团队来为你准备出去的事情祷告 你是否愿意学习不同族群的语言和习俗 你愿意为了学习他们的语言而花时间吗 你想过你要怎样得到支持吗 有人愿意在经济上支持你吗 还是你要自己带职出去 准备成为一个跨文化的工作者 并非凭空而降 我们需要循序渐进的准备 来打好根基 求神帮助更新我们 我跟他们说我要去做跨文化短学 我跟他们说我要去做跨文化短学 我以为他们会很高兴的 他们应该只是因为太关心你吧 他们觉得不必要跑那么远 在这里服饰是一样的 当我告诉父母 我想跟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去那么远的地方时 他们说我疯了 我觉得不过就两个星期 只是帮助我更确定我的呼召而已 当我经历了分享福音的喜乐后 我看到神一步步引导 但想不到有这么的困难 我们不能放弃 来 我们一起祷告 相信神会开道你 有效的跨文化服饰 常以祷告开始 我们是依靠神的帮助来 才派我们走出去 去我们被呼召的族群中 彰显祂自己的大能与慈爱 上帝使用不同的环境来试炼我们的心 我们的家人经常对我们有许多担心 我们需要神赐的智慧 来平衡怎么寻求祂的呼召 信靠祂也能取悦祂人 离开我们自己的文化 食物和语言环境 去学习其他的语言文化 是很难的 考虑好你自己的实验能力 可以帮助你计划 怎么成功过渡到一个新的地方 或许你会被拆派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教育水平 不同的经历 不同的政府观念的族群当中 有时候可能一些少数族群不喜欢我们 但是我们用爱 友好和谦卑的行为 来改变他们的想法是很重要的 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 刚开始是很难的 不管是交朋友 增进交流 还是被反对时 还能继续坚持留下来 都需要满有信心且成熟的品格 耶稣也是为了我们的益处 忍受了许许多多 在我们预备启程去做长期工作时 计算代价是很重要的 神啊 感谢你赐给我们食物 求你祝福这个餐厅的员工 给我们智慧来分享 奉主耶稣的名 求 阿们 我们什么时候离开呢 我向老板请假了两周 他不太满意 但还是同意了 下周五周 你们的父母 我现在怎么想 我和小红相当分享了更多福音 并请他们来这里一起吃饭 认识一下大家 他们说会考虑一下 但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来 我的父母还是不同意我去啊 那真的是不容易的 丹娜等候耶和华的 必不自羞愧 嗨 你父母来了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欢迎 欢迎 请坐 我们很关心小女节次的旅行 当然我们也看到她 新教之后的改变 所以我们才过来 我很理解我们会照顾好她的 我在那里待过三年了 相信你的儿子这次去 会学到很多东西 爸爸 妈妈 我已经请下家来了 我可以去吗 既然对你有帮助 就去吧 只是不要忘记为家的路啊 我真的希望我的父母能快快明白 但我相信神会开道路的 这盆肉味道很好 他们怎么做的呢 请问 你为什么想要做这么好吃的猪肉 咦 我们不吃吃肉呢 不好意思 是牛肉 你还不了解我的习俗吗 我们还不太了解 但我们想了解更多 你也可能需要很长很长时间 就了解我们的习俗 阿沙南无奈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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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怎么会讲 我们的习俗 那个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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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穆斯林地区住过三年 齐倩 讲一字 要不要跟我们喝几杯茶 你还有个学的 不过 看起来 他还是可以把你覆上嘛 这个很丑 陪你做一切 当然 适应一个新的文化 可以是一个充满享受的挑战 犯错误是很正常的 在你们团队 跟他们建立关系的过程中 多从所在租群的人身上学习 他们怎么做事情 学习并使用当地的语言 当地人会更喜欢听你所说的 在新文化中 寻找欢迎你们的人 聚焦在这些人身上 因为这些和平之子 可以介绍你认识他们家人和朋友 要跟其他族群的人 建立信任和真诚的关系 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和耐心的 殷勤松土 即大量撒种的预备 是鼠林收割的关键 在跨文化的环境中 工作产生的压力 有时候会影响整个团队 在文化冲击下 不同的年龄 性别 婚姻状况和个性 可以使团队产生不合一 保持合一 是一个艰辛的工作 团队是否在解决冲突方面 被很好地训练过 为你的团队能够合一 以便集中精力在福音工作上 来定期祷告 许多年神统 也许多年神统 社交上存在 道具 也许多年神统 中文化用的帅银统 以维持合一帅银统 以维持合一帅银统 愿你的爱和合一的灵 让他们可以通力协作 为你的名做见证美好的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面店老板会给我们来送行吗 我过去看了一下他 他不能来送我们 但他给了我他姐姐的电话号码 当我们到了那里时 我们可以联系他的姐姐 我还是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你只是和他们说几句他们的语言 就成朋友了 他对付英雄感兴趣 我相信这是上帝的安排 要是我的父母能来送我就好了 他们对我的这次离开 一点都不理解 我之前跟你父亲谈个话 我觉得我们需要继续为这事祷告 这是我们的主要是没有票 respectfully 百生 为什么都没有票 我看那个 Leon 帮我而言 Corn 帮我刚才 还充满一 个片子 白背东中 最后装剥幸 Мы 爸爸 今晚就要提前 一切都还好吗 什么 我 rone ん ut 真的太好了 我会的 我会的 你要为我祷告 妈妈你也要注意身体 我们两周后见 再见妈妈 我会的 听起来好像神听了我们的祷告 对吧 告诉你啊 我父母他们竟然改变了他们的看法 他同意我出去了这一次 谢谢你 谢谢你跟我父母的交流 相信你的父母会迫切为我们祷告的 当然其他弟兄姐妹也会 神知道我们需要后方的资源 来做他的工作 感谢主 感谢主 那我就可以放心的走了 好 那我替你谈 谢谢 假设 你和你的团队已经被呼召 前往做长期工作的合唱上了 在当地建立什么样的教会 最适合福音的传扬 由当地人带领的本色化教会 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 比来自其他文化方式的教会更容易被增 观察当地人的文化环境 怎样用他们可理解的方式来分享福音 学习 怎样使用当地语言 分享圣经故事 这样他们会更容易去跟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分享 问他们是否愿意为了得医治 受祝福和被保佑来祷告 让上帝来做公 应允祷告 当有人信主后 鼓励他们也带来他们的家人和朋友 一起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敬拜 你的团队只是帮助他们聚集起来 而不是带领他们 他们当中每个人都要有事情做 教导他们 把圣经看作权威 他们要学会怎么用圣经的话语 来喂养自己 不要停在那儿 从一开始就要鼓励他们准备去给下一个村落传福音 你和你的团队要充满信心的去撒种和照顾他们 神会让教会成长在他自己的世界里 小李 告诉大家一些在那里发生的故事吧 有一次我见到一个人 然后用他们的方式跟他打招呼 后来我们成了朋友 还聊了很多 然后他还邀请我们去参加他儿子的婚礼 那个婚礼可特别了 然后我还跟他们分享了亚伯拉罕的故事 我们也给他们带去了一些礼物 和一些他们语言的福音电影 我真的很想学习他们的语言 他们没有任何去到来认识耶稣 我们联系到了餐馆老板的老姐姐了 我们有机会可以跟他分享圣经故事 希望下次我在去时 可以跟他照顾一起分享 我们大约跟十个人分享了一些圣经故事 我们应该再回去跟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分享 嗨 我们来了 爸爸妈妈 你们怎么来了 在你们离开的这段时间 我们跟你的朋友们 见了许多次面 他们跟我谈了 许多信仰问题 这次出去有什么收获 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们还到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他们的文化对我来说都很新奇 有一次我遇见一个人 我往哪里去 可以服侍你 我心愿意跟随你 虽然我那么年轻 我眼线 我生命 我守护子里 永远不后看 是你的爱与你 我真的很想学习他们的语言 他们没有任何去道来认识耶稣 为那即将到来的一切 四季丰收在眼前 四季丰收在眼前 你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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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语言 你的名字 小语言 你和语言 你和语言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